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台非常超值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凌凡UM560XT 它装置的是Ryzen5 5600H CPU 准系统只要1200元 而且还可以安装黑苹果 1200元的黑苹果准系统 再加342G内存 1T硬盘 大概500元 1700元 就可以配齐全套了 而8G 256G配置的Mac mini M1 二手2500元 同配置的Mac mini M2 拼多多卖3300元 我们来做个调查 您认可的入门级黑白苹果 迷离电脑的门槛价格是 1700元 2500元 还是3300元呢 这台民凡中低端迷离电脑 装置了AMD Ryzen5 5600H 6核12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Radeon Vega核显 双动道DDR4内存 PZE 3.0的NVMe SSD 3层显示输出 2.5G网卡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27×128×47 不到0.8升的体积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HDMI线揽 特殊的SATA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脚垫 逆式摆放支架 这块电源19V 3.42A 一共65W功率 对这台迷离主机来说 电源不算大 我们把小主机取出来 觉得非常熟悉 这外形就是和UM690 UM73 一模一样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耳麦接口 USB 3.2C口 只支持数据 USB 3.2C口 还支持显示输出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2.5G网络接口 双USB 3.2A口 双HDMI 2.0B接口 双USB 2.0接口 整个小主机的四周 全是通风口 两进两出的通风结构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首先要把这些脚垫全部撕开 卸下四颗螺丝 从这个缺口处撬开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有两条DDR4 3200MHz的内存 一条PCIe 4.0的NVMe SSD 最快NVMe SSD的身上 有一块硕大的散热器 用来保证NVMe SSD的降温 拧下两扣螺丝 取下散热器 一块512G的NVMe SSD 另一边是内存 这里的插槽 可以接一个2.5寸的SATA SSD 使用特殊的SATA连接线 NVMe SSD下面是无线网卡 好了 再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Minisforum 明凡UM560XT 5600H 迷离小主机 进入BIOS 5600H CPU基准频率3300MHz 睡眠模式支持S3 这里可以控制风扇转速 这里可以设置显存 最高8G 这里可以控制CPU的性能释放 出厂设置是35W 这里可以设置断电重启 显示输出HDMI 2.0B接口 最高能输出4K120Hz 8位的压缩信号 USB-C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非常好 索利OLED电视 很可惜HDMI接口只能输出 8位4K60Hz非压缩信号 不能兼容我们的4K120Hz 压缩信号的输出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我们直接拉到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成战 平均120帧左右 原神1080P中等画质 跑起来不到40帧 切换为低画质 跑到了50帧左右 新穷铁道1080P低画质 不论跑动还是战斗 都接近60帧能玩 这就是Radeon Vega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肯定不能和680M 780M核显相比 GagBench 5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14704 Volkan得分17433 接着我们看看5600H Radeon Vega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4KVP9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 本地4K60帧VP9视频 CPU平均占用2% GPU Video Code Clean 平均占用50% YouTuber 4K60帧VP9 视频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4% GPU Video Code Clean 平均占用55% 我们用明凡UM560XT 迷你主机的5600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6分51秒 共计1011秒 对比一下 去年的顶级AMD和Intel CPU 基本也在800秒左右 今年的顶级CPU已经降到了700秒以下了 5600H的表现要稍弱于小米1240P 接着我们来进行CPU测试 CPU-Z多线程4489.9 它线程575.9 5600H要低于5800H 但是它已经把11代的Intel CPU甩了很远 Gag Benji 5 多核7243 单核1448 我们重点看看Mac Mini M1 它的多核只比我们这台5600H高了400分 不到5% CPU-Z多核9569 单核1379 这个多核成绩不但超过了Mac Mini M1 还超过了Mac Mini M2 我们最看重的Passmark跑分 多线程19332 单线程3060 仍然超过了M2和M1 要知道5600H目前已经不能算中高端CPU了 勉强算中低端 从以上的跑分数据以及前面的生产力数据看 5600H大概可以比肩苹果的M1芯片要比11代的Intel CPU强的多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886502 CPU得分517505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跑在35瓦 整机功耗跑到62瓦 CPU频率稳定在3.7GHz 温度缓慢上升到83度 SSD最高温度52度 并一直保持了30分钟 PCIe 3.0 NVMe硬盘测试 跑到了2000兆B 这块SSD取得了PCIe 3.0下入门的成绩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RZ608 Wi-Fi 6E网卡 跑到了80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网卡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敖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名凡UM560XT 装置了Ryden 5 5600H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待机功耗6.4-6.8W CPU-Z最高功耗68.69W 单核满载功耗27W GIGPENG5最高功耗71.43W Cinebench R23最高功耗70.05W PASSMARK最高功耗71.26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74.15W GIGPENG6最高功耗70.65W 时温28.6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41.3度 SSD带机温度33度 生产力测试 CPU100%的时候 机身只有48分贝 如果放到耳边位置38分贝 这就相对很安静了 保留节目是我们给 锐人5-5600H运行OpenW测试 AES666,966 XX20365,686 CORMARK281,409 在CORMARK成绩上 5600H相比于同市场价位的 N305的20万 超过了30% 这个CPU看起来还是很超值的 仍然是黑国小兵大神 为这台小主机 适配了黑苹果EFI文件 经过超简单的安装 我们成功进入了系统 模拟的白苹果系统是 iMac 27寸2020 矗力机主频是3.3GHz 图形卡显存 我们在BIOS里设置了4个G 这点切业机一定要设置在3G以上 否则安装不上 Mac OS系统是 Ventura 13.4 显示器我接在了USB-C口上 注意 黑国小兵大神的EFI也支持HDMI安装 所以显示器只有HDMI接口 或者用电视作为显示器的朋友 也可以放心安装 我们看到USB-C口上的DP输出 在黑苹果下 最高支持4K95Hz的刷新率 不过只有在60Hz的刷新率下 才能开启高通态范围HDR 95Hz下只有SDR的输出 HDMI接入高刷显示器 直接能够输出4K120Hz 当然一样不能开启高通态范围HDR 索尼 OLED电视仍然可以4K120Hz 也是开高刷只有60Hz 2.5G网卡原始支持 不用修改网卡固件 我使用的SN730 NVMe SSD 作为系统盘 2800Mbps Mac OS下算是不错的了 比Mac MIDI的M2盖板SSD强很多 支持双内存插槽 最大64GDDR4 3200MHz AMD Radeon核显得到支持 仅仅限于5000系列VegaCPU 680M和780M还没有支持 持有较新的迷离电脑的朋友们 还要继续等待了 5600H小主机的耳麦口 音频输出能够正常使用 原配的RZ608网卡 在黑苹果下不能使用 所以我更换了黑国小兵大神推荐的 BCM94360Z3网卡 蓝牙触控板和蓝牙键盘正常使用 WiFi网络也正常识别 与白苹果相同 可以很好的使用隔空投送 接力 连续附通相机等功能 4K视频 本地与YouTuber都可以很正常播放 最后是Hacking Toshi 黑苹果下的性能测试 GIGPage 5多核6143 单核1372 相比我们测试过的几台白苹果 它还是垫底了 Mac mini M1多核也有7000多 Celebench R23多核8886 单核1321 这个成绩非常不错 超过了Mac mini M1和M2 Passmark多线程 18,030 单线程30,069 连M1 Pro都超过了 仅次于我们测试过的M2 Pro 我们也做了转码输出的测试 因为不是ARM芯片 不需要罗塞塔转移 所以最短20分钟 反而超过了所有的Mac mini白苹果 综合来看 Hacking Toshi下的5600H性能 至少能和Mac mini M1相比较 甚至很多项目也超过了它 Minis Forum 名凡UM560XT 它装置了AMD锐刃5-5600H CPU 它可以算最便宜的高性能 Mini小主机了 目前市场上只需要1200元 就能够买到准系统 算是比较良性的价格了 这样性能的小主机 无论是跑Windows 还是黑苹果 Hacking Toshi 都是非常适合的 而这台机器的配置接口 不存在短板 比如2.5G网口 特别是NVM1上的大散热片 能够很好的解决NVM1的散热问题 当然它仍然有些缺点 无线网卡和NVM1还是叠加的结构 即使是完成度非常好的黑苹果 虽然已经可以非常安全的睡眠唤醒 但是它仍然存在 显示接口不能同时输出音频 耳麦口不能正常使用麦克风的问题 还有某些时候系统突然迟滞 特别是新启动后打开浏览器 开新标签页搜索 有可能出现色块假使机 这时候一定要动动鼠标键盘 过一会儿恢复正常 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这时候你不动鼠标键盘 一直放着 它有可能突然就重启了 这是一台超过我们期望的 超值的高性能迷离小主机 在1000多元的价格区间里 目前我认为最值得购买 毕竟现在的内存和SSD太便宜了 超配32G加1T也就1700元 推荐给需要一台 性价比高性能迷离电脑的朋友 推荐给需要一台便宜黑苹果的朋友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